子曰 从我与陈菜者皆不及门也 德行 言冤 名字迁 染不牛 重功 言语 载我 子贡 正是 染有 记录 文学 子游 子夏 孔子被困在陈菜之间 是历史上有名的故事 这时候 他的处境很困难 而他所带领的一些学生都不离散 大家都围绕着他 团结在一起 这是他晚年时候的感叹 他说 当时随我在陈菜之间一起蒙难的学生 现在都不在了 这是他怀念故旧之情 当时跟着他的这些学生 都在某方面有特别的成就 也是孔子门下最有名的几个 孔子评论学生的成就说 在品德方面最好的 有 言冤 敏子迁 染伯牛 重功 这四个人 在言语方面 当然不是说现在的语文系 而是说擅长于说话的 有载我 子贡两个人 正是 则有燃有和记录 文学是 子游和子夏 这里的四种 和上论中 孔子所说的 智于道 聚于德 医于人 由于义 等等 配合起来看 就看得很清楚了 一个人的成就 各有所长 全才很少 就以孔子的学生来说 德行好的人 并不一定能够做事 我们观察人才 尤其在学生里面 可以看得出 有些学生 品德非常好 但是绝不能叫他办事 他一办事就糟 所以 做领导人的 要注意 自己不能偏爱 老师的人 人人都喜欢 但不一定能够做事 有才具的人 能办事 但不能要求他德行也好 所以过去中国帝王 用人为才 尤其是处乱世 拨乱反正的时候 要用才 只好不管德行 我们知道 曹操下一套 征求人才的命令 也是历史上 有名的文章 他说 不问是偷鸡摸狗的 只要对我有帮助 都可以来投效 只有曹操 有胆子下这样的命令 后世的人 不敢这样明说 但都是这样做的 其实 汉高祖只有张良 萧和陈平三杰 帮他平定天下 其中陈平 曾为他六出奇迹 在当时 只有他和陈平 两个人知道 当时 汉高祖和项羽作战 要陈平对项羽 做情报工作 而且用反剑计 给了陈平 五十亿黄金 作为经费 这时候 有人向汉高祖挑拨 说陈平 盗扫 是最靠不住的人 汉高祖 对这个话 听进去了 在陈平 出去办事之前 来辞行 请示的时候 提起 盗扫的事 陈平 听了以后 立即把黄金 退还给汉高祖 表示不去了 他说 你要我办的是国家大事 我道不到嫂 和你国家大事 有什么关系 实际上 陈平根本没有哥哥 当然也没有嫂嫂 而是别人捏造的 但是 他不去辩白这一套 这就是有才干的人的态度 汉高祖非常聪明 马上表示歉意 仍然请陈平 去完成任务 这也是汉高祖 英明之处 有些人 则会因小失大 往往因为这些小事 而误了大事 后来 还有一个文学上 有名的故事 张长化眉 汉武帝 也是了不起的皇帝 张长是当时的才子 后来成了明臣 他和他太太感情很好 因为他的太太 幼时受伤 眉角有了缺点 所以 他每天要替他的太太 画好眉毛之后 才去上班 于是 有人把这个事告诉了汉武帝 一次 汉武帝在朝廷中 当着很多大臣 对张长长问起这件事 张长就说 归房之乐 有甚于画眉者 意思是 夫妻之间 在归房之中 还有比画眉 更过头的玩乐事情 你只要问我 国家大事 做好没有 我替太太 画不画眉 你管她干什么 所以 读书 读历史 就是懂得人情 懂得做人 做事 有时候 一些主管 对部署 管得太琐碎了 好像要求 每一个人 都要当圣贤 但办事的人 不一定能够当圣贤 我们在孔子的弟子中看到 德行有成就的人 言语不一定成功 而言语上有成就的 如载我子贡 在德行上 不一定有言辉那么标准 政治有成就的人 气度又与有德行的人不同 文学好 文章写得好 更不要问了 千古以来 文士风流 历史上 文人牢骚最大 皇帝们赏赐几个宫女 找几个漂亮太太给她 多给她一些钱 官位高一点 她就没有时间牢骚了 这都是说 人才的难求权 但历史上 也并不是没有权才 不过 德行 言语 正事 文学都好的 实在少见